如果说我现在我想要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边可以看到有六位业务人员 他的一个业绩的表现 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希望说来去做一些年的一个呈现 举例来说我想要知道说各个业务人员 2008年他表现跟2009年表现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年 比如说我现在把年拖移到举例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个地方看到六位业务 各年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各位可能直接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2010年的表现是很低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说我们只收集到了1月2月3月的资料 所以理论上我们应该还要再学习把资料筛选掉 例如说把2010资料筛选掉的话 直接把这个年拖移到筛选区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2010往左边调整 变成只有2008跟2009年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要跟你一起去思考的 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说为什么我这边直 轴 图例是这样子的一个配置 这边这个栏位配置 为什么我的直是放总价 轴是放业务 图例是放年 还有我们今天产生这样子一个图表 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图表中看到什么样的资讯 这都是我们要花时间好的去学习的 首先我们就先来直接谈一下 当我们今天来去要做这种据年的一个比较 据时间的一个比较 当然这时候我们要用到时间 例如说年 还有我们总的该要知道说我要画的图表是什么图 我要画的是业务人员的业绩表 所以当然这边我们先把业绩图先画出来 我们用折线图来呈现 所以刚刚我们首先是不是先选了业务人员跟总价 这我想没有问题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的思考 我只要知道说在年这上面的一个表现情形 所以你一定要使用 那使用放到什么地方呢 其实在这个地方啊 它只有一个轴一个图例 所以你也许可以这样思考 那我就放到图例这边试试看 因为这个应该跟什么垂直倍数 水平倍数是无关的 然后甚至跟什么要显示的依据也是无关的 当然也许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显示依据 例如说我只要显示2008年长什么样 或者是2009年长什么样 那我们在这边其实只剩下两个可以选 一个这个年是要放在业务这边呢 还是要放在土力这边的一个思考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很单纯的思考 就是把它放在年这个地方 接下来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画好的这张折线图 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首先2009年的表现跟2008年的表现 我们可以发现 好像整体上来看 2009年的表现比较不好 2008年的表现比较好 其实我们看这条线以下的面积 我们大概就可以得到这个资讯了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得到资讯 还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你得到从这张折线图 你得到什么样的资讯呢 当然我们也可以来这样看 英雄 英雄 菜头 摇摇 她的一个表现 不管是2008年或2009年 她都优于小妮小张老王 应该也有看到这种情形 再来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其实英雄的表现 不是很优 她其实可以跟 例如说小妮小张老王 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那当然小张是很差啦 但是其实小妮老王英雄 在2008年表现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归类在 业务表 业绩表现不是很优的 可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 她反而直接冲上去了 变成第一名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那之所以 例如说菜头跟瑶瑶 业务机没有冲上去 也许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但在相同的一个条件下 发现英雄她的表现 应该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在统计图表上面看到的结果 您要把资讯 逐条的呈现出来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 所以一定要请各位 好好的去掌握 才能够知道说 我们到底要做哪些很棒的图表 然后呈现适当的内容 给主管来去观看 那我觉得还必须要附带说一下 折现图它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啊 当你今天你知道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的操盘 他会觉得他是这样子来去使用的 好像感觉这六个人表现差不多了吧 有没有这种错觉 我要特别强调 这真的是错觉 这就是折现图一个呈现时 请各位要特别注意的 不可以把统计图表的一个轴啊 例如说数值那个轴把它压缩太小了 应该说他们的一个密度啊 放得非常非常的大 这样是不好的 也就是说这边100万 一百五十万 一百个百万 一百五十个百万 两百个百万 这样子一个呈现可能不胜好 如果说我们今天把他的一个差距哦 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我相信这样大家都可以理解哦 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看到像小张跟菜头 在2008年的表现差异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密度 也就是说那个轴距啊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哦 所以请各位在放折现图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其实每一张图表应该都会存在这样子问题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下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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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